本周正道经文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七至十八节和合本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数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僵费者的结局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揭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我昨天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传来消息 你们都知道 Trump总统被刺杀 为谁 虽然是为谁 弟兄姐妹叫我说 要写一写讲讲这段 我这段经文跟Trump 这个被打都没关系 还是很有关系了 我深深感觉到 今天的中西方的对立也好 还是中美对立还好 还是美国两党之间的对立也好 还是民间的对立也好 已经到了一个 必须要来刺杀 总统候选人的地步了 而且这个事情 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非常可能 我记得在八年前 在大选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担心Trump遇刺 因为那个时候希拉里 奥巴马根本看不起Trump 你不过是一个卖东西的 但是没想到Trump可以当选 但四年前那个时候 我已经担心 如果Trump不遇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Trump再次被遇到被刺 也还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 不是主要谈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 给我们一些反省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如果美国的基督教 或者美国的教会 以为把Trump推上去 就能够扭转基督教 在美国的退市 那是太幼稚了 如果他们以为 Trump来代表基督教去选 代表右翼 保守主义去选 选赢了基督教 或者保守主义 或者属灵的复兴 在美国就有可能的 那实在是太幼稚了 如果我们认为伟大的Trump 不管是讨厌他的 还是喜欢他的 我曾经是非常讨厌他的 曾经过去是 现在我不告诉你 Anyway Trump 在八年前 Billy Graham的儿子 纠集了美国三千多个 福音派最重要的领袖 聚在曼哈登 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跟Trump谈 就是要跟Trump说 我们要不要支持你 如果我们支持你 我们最少可以影响 大选13%以上的选票 你不要小看 13%的选票 在福音派 他能够左右美国选票 13%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当时他们跟Trump 是有丢的 Trump说 我出来 我是捍卫基督教 我是捍卫教会的 所以Billy Graham的儿子 等一批人 我们说 我们要支持他 我们要等 但是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不是这个 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美国的教会不悔改 美国的基督徒不悔改 美国的领袖不悔改 美国的国家不悔改 基督教在美国 不会有希望 同意吗 如果我们今天不悔改 我们在加拿大不悔改 我们在北京不悔改 我们在中国不悔改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教会 也不会有希望 对不对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 他遇刺等等 这些里面的花边新闻可多了 到底这个枪 有没有打中他耳朵 最有可能的一个情况是 打中那个提示器 这个玻璃弹在他耳朵上了 所以他能够那么快站起来 革命领袖了 他现在变成革命领袖了 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 但是有人说他自导自压 我们不做过多猜测 我没有证据 最好不要乱讲话 没有证据不要乱讲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能够做什么 作为我们教会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的教会 我们应当做什么 我想第一件事 就是祷告 就是主啊 你到这个事情发生 你到底有什么旨意 你让这个事情 在这么一个 这个蓝白对立也好 还是蓝绿对立也好 还是中西方对立也好 还是美国 那么对 主啊 你到底在这个事情上 你有什么旨意 你要向你的百姓 向你我 向我们 显明什么 对不对 第二不要忘记 要祷告的是 为那些受害者 那已经有一个人 死掉了 对不对 被打死了 对不对 还有两个重伤 可能不知道怎么样 为他们 跟他们的家人祷告 对不对 求主赐下联名 我们也要为川普祷告啊 他不管怎么样 他也受伤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 更重要的一些事情 也要求主赐下联名的心 让我们为这个 隔离的世代 这个两极分化的世代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现在越来变了 越来越什么 我刚刚早晨在车上 我跟那个谁 那个李燕 对不对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说 我说你要祷告啊 我说为什么祷告啊 因为你 你以为你今年 你能够安度晚年 不一定啊 你现在这个 已经功成名退了 可以进入这个 下一季度人生了 哎呀 我可以安度晚年 不一定 我们在待人 在这个世界上 能不能 不避免战争 可以安居乐业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要求上帝赐下平安 所以我们不要 还有第三个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什么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和平的使者 我们是平安 和平之子 基督说什么 我赐下平安给你们 对不对 基督说什么 你们要使世人和睦 所以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疗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所以我们为世界祷告 为社会祷告 为人类祷告 我们求上帝赐下人爱 和平喜乐 我们求上帝让我们能够爱 甚至给到我们一个力量 能够让我们爱仇敌 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局 真是 就像某位领导人所说 百年未有之什么 大变局 的确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无论是在太平洋的那头 还是我们有弟兄刚刚 从太平洋的那头飞过了 还在倒时差 你早上没有出现的时候 我就为你祷告 我怕你时差没有倒过来 起不来 感谢上帝 你来到我们当中感谢神 但是主啊 我们这是求你给我们一个力量 让我们在这些纷乱的世界的背后 主啊 你要教导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让我们要看到这个是什么 你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启示 到底是什么 主啊 你不就是还是要让我们的心转向你吗 亲爱的兄弟们 是不是 当我们碰到这么多纷乱的时候 你去加入两党之争吗 你去上街游行吗 你去拿取枪 去打那个 你小心啊 你还没打到人家 被人家打死啊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回到上帝面前来 寻求上帝在我们心灵中的启示 寻求上帝的智慧 怎么样引寻我们走每天的生命之路 也是寻求上帝对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引领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定见 我们还是要回到上帝面前 回到圣经当中去 让我们重新看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 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 让他的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让他的灵在我们的脑海中工作 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 在刚刚MC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非常长 十几节经文 在这里面你会看到 格林多后书第三章 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 把旧约跟新约做了一个明显的比较 在这里面你要知道 这里的旧约跟新约 它不是指旧约圣经 也不是指新约圣经 而是指上帝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 分别设立的两种契约 两个covenant 第一个他说到的是一个旧约的covenant 或者旧约 旧约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上帝借着亚伯拉罕摩西跟大卫 与以色列民立约 在这里面保罗所说的旧约 他主要指的就是上帝 借着摩西所设立的整套律法 祭司的礼仪制度 他规定了以色列民 如何去敬拜上帝 如何生活 以及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的旧约是指的这套制度 然后新约指的是什么呢 新约是指的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跟祂的死 与上帝的子民 就是我们设立了一个新的立约的关系 但是在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的 我要特别提 因为上个礼拜天 我讲的是叫新约的执事 这个礼拜天我的题目还是新约的执事 但有一点点不同 你发现吗 第一个执是执行的执 执事 用英文来说 叫minister of new covenant 这里今天这个执是执业的执 是这个ministry of new covenant 在这个两个里面有本质的不同 第一个 新约的执事指的是人 在新约时代执事上帝的这个人 今天我要讲的是 在新约时代执事上帝的这个事情 执事 这个ministry 不是minister 所以在这里面 保罗所要提到的这个新约指的是什么呢 新约的执事指的是 主通过了 祂的救赎的工作 跟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 上对于信徒之间关系的这种建立 要建立这种新的关系 使我们经历祂的赦罪争议 得到圣灵的自由 并且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 而这个执事 这个ministry 这个侍奉 也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传扬福音 教导牧养 和引导我们信徒的生命 不断在基督里成长 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 他讲到新约的执事 比旧约的执事 有更大的荣耀 为什么有更大的荣耀呢 他认为新约是超越的 是永久的 我讲两点 第一个 旧约执事曾经的荣耀 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保罗说 那用自刻在石头上 属死的执事 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 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 更何况属灵的执事 岂不是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那诚意的执事 荣光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那废掉的荣光 就有长存的 更有荣光了 为什么保罗会 突然提到摩西 跟摩西的执事 跟摩西脸上的荣光呢 当时非常有可能 不管是在加拉太书 还是哥林多前后书 保罗始终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帮 自称是超级使徒的人 去到了加拉太的教会 去到了哥林多教会 去到了各地的教会 来对抗保罗 他们甚至提出了 他们背后的大老板 非常有可能 就是彼得跟雅各 你不要忘记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教会里面 一个中国人都没有 一个美国人也没有 美国人还没生出来 一个俄罗斯的人也没有 教会里面所有的人 都是 开始都是什么 犹太人 所以当时有一股 很强的力量 要让基督教 回到犹太教里面去 就是一边可以 敬拜耶稣基督 同时我们也可以 在圣殿里面 做所有犹太教 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世纪时候 突然发生的事情 但是保罗说 不是的呀 我们既然信了 耶稣基督 我们有了的 这个跟神的亲密的关系 是直接就可以 进到上帝面前 我们不需要再杀牛宰羊 献祭这个献血了 所以保罗当时 就跟这些超级使徒 发生了一些 关系上的僵硬 甚至在加拿太书 你发现 保罗因为这个事情 还跟彼得当面翻脸 而且这些人 他们抬出保罗 抬出摩西跟律法的牌子 甚至认为摩西的荣光 是最大的来压制保罗 所以保罗他必须回应 他说摩西所代表的时代 已经过去 摩西所代表的 那个旧约的执事 已经过去 而今天 我们所在的 这个新约的执事 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是进入圣灵 进入了我们的心中 我们可以直接到 上帝面前去的 而这样的这种 关系的建立 使得我们得到的荣光 这个新约的荣光 是超过旧约的 在这里面 你看到保罗做了一个 很清晰的代对比 旧约执事 是以摩西为代表的 新约执事 是以保罗为代表的 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对比 第一个 他说旧约是属死的执事 新约却是属灵的执事 旧约是定罪的执事 新约是称义的执事 旧约是从前的荣光 新约是极大的荣光 旧约是废掉的荣光 新约是长存的荣光 为什么旧约的荣耀 是有限的呢 因为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新约有更大的荣耀 为什么旧约的荣耀是有限的 如果从旧属的角度来看 旧约只能够带来认罪 定罪跟死亡 新约却带来生命 公义跟复兴 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看的话 旧约的荣耀是不及新约的 因为新约是永远的 长存的 在出埃及戏34章 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 保罗摩西当年在西乃山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段圣经很多时候 我们解读要很小心 因为里面有个人tricky 你不小心就读错 我们看 我们一起来看 一起来念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 西乃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 因耶和华和他说话 就发了光 亚伦和以色列众人 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就怕哀尽他 摩西叫他们来 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 都到他那里去 摩西就与他们说话 随后以色列众人就哀尽前来 他 以色列众人与他所说的一切话 都吩咐他们 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 就用帕子蒙上脸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们说话 就接去帕子 即使出来的时候 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 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 等到他进去 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就接去帕子 这段经文很多时候 被我们读错了 我们认为 我们很容易就误解为 我摩西在跟以色列百姓 讲话的时候 是蒙着拍子的 不是 不是 你发现没有 你仔细再看到这段经文 你发现吗 摩西是什么 跟以色列百姓讲完话之后 才把发指什么 拿走 很有意思啊 很多时候我们都解这段圣经说 因为摩西脸上的光太强 以色列的百姓怕见摩西 对不对 所以摩西要用个帕子蒙脸 对不对 不是的 不是的 你仔细看这段经文 为什么 为什么 想不想听 又来了 你不要这样 我知道你上海人 知道我 对不对 你也不要用这个态度 对对我 没有开玩笑 想不想听 因为摩西不想让以色列百姓 看到他脸上的荣光是慢慢褪去的 你明白吧 所以他讲完上帝的话语 所以摩西在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脸上是有荣光的 但是他讲完这个话 这个荣光就什么 就慢慢褪去了 他表示什么 在旧约时代上帝是与人同在的 当上帝与人同在不是所有的时候 圣灵是跟摩西同在的 但不像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圣灵跟我们同在 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 所以摩西讲完话之后 他就要蒙上脸 你发现没有 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 他虽然有荣耀 摩西虽然有荣光 但是这个荣光也是慢慢慢慢褪去的 摩西的荣耀虽然大 但是到新约的时代 当圣灵来了之后 保罗 使徒跟我们所拥有的荣耀 甚至是超过摩西的 所以你知道 犹太人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你有些问题可以问到 犹太人很痛的地方 他很难回答你 比如说你想 你问他 你问他犹太人历史上 最伟大的犹太人是谁 他可能想都不会想 他说摩西 他绝对不会说耶稣 但是如果你又换一个角度问他 你说犹太人历史上 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谁 你就问死他了 你说哪一个犹太人 对人类的文明进程影响最大 你就问死他了 因为什么 他知道是耶稣 但是他不可以这样回答 你懂没有 因为耶稣的荣光 耶稣所带来的荣光 是远远超过什么 摩西的 因为摩西的荣光 他见到上帝的时候 他的脸就像刚刚选的太阳跟月亮 今天谁叫你选的 选得很好 这时候是个选得非常好 耶稣是太阳 或者上帝是太阳 摩西是反照 太阳的光是月亮 你懂我意思吗 太阳不发光 不照月亮的时候 月亮就没有光亮的 所以摩西的脸上的光是渐渐退去的 我们周五的晚上 我们教会的 我们现在除了礼拜天早晨之外 我们主日有一堂之外 我们周间还有一些聚会 我们周三晚上 我们Vincent传道带领我们有 查经祷告会 我们周四晚上 我们有初信造就跟受洗班 周五的晚上 我们有同工的培训跟祷告 我们一起 所以我们周五的 大概有二三位同工 我们就一起去了 登巴 Baptist Church 为什么我们去这个教会呢 因为在那个教会 现在他们新来了一个韩国牧师 是个宣教师 原来在中国的 因为他现在觉得 进中国不太方便了 所以他也到了温哥华 那么就在牧养那个华人教会 那么那个牧师呢 在美国讲道的时候 碰到我了 我们在同一个聚会当中 他带敬拜我讲道 那么我就想 我们的弟兄姐妹 就去观摩一下 让我们的同工 也去学习一下 其他教会怎么样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 我们在温哥华 我们不要只看我们教会 不要看我们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 我们要多向其他教会学习 我们要向别的宗派 别的华人教会 向广东话的教会 甚至要向西人的教会 去学习 学习他们的长处 来鼓励我们 那我们就一起去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韩国牧师 就带领崇拜 也祷告 那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他的祷告 无论你怎么样 common 都给你留下了什么 深刻的印象 对不对 那有些人我就问 其中我们的一位同工 我说你感觉怎么样 他说我很不适应这样 大吼大叫 我说你还没看到 真正韩国人的祷告 这个牧师是已经很触景化了 他的祷告已经很适应中国人的了 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算大吼大叫的 韩国的教会 我们历来以为 我们历来以为 他的复兴 是跟他的祷告有关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就把他的复兴 就归去他一祷告 所以那天晚上 聚会完了之后 出来之后呢 我也蛮坏 我也认罪了 我就来了一句 人家教会门口就讲了一句 想不想知道 韩国教会 为什么这么喜欢祷告 还是衰败了 想不想是 我是实话实说了 其实这个问题 是我最近思考非常多的 你知道韩国人 祷告到什么程度吗 你半夜四点钟才睡觉 人家韩国牧师 四点钟起来祷告了 我不骗你的 中国人跟他学 后来就有了 《中国早晨五点钟》 这首歌 《中国早晨五点钟》 是因为有人就五点钟 因为受了韩国教会的激励 人家四点钟 我们晚一点 就五点钟起来祷告吧 但是韩国 真的我不骗你的 我讲 真的 韩国牧师 那个时候 当年赵永基 他写他的自传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的岳母早晨三点多 就敲他的门 叫他起来祷告 他说 妈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一年 九五年 在Helsinki 赵永基 开训练大会 我在嘛 我要听他 赵永基还是很厉害的 赵永基可以用英文讲道 可以用英文做培训的 他就当神 就说 妈 Kill me 他说我不想起来 他妈妈就说 你要做牧师 你就要四点钟起来祷告的 真是这样的 所以在韩国 那早年 有很多牧师很辛苦 非常辛苦 所以那个年代 韩国牧师的寿命都很短 那个年代 能活到七十岁是很长寿的 就很辛苦 所以如果你在韩国 你四点钟不起来祷告 你五点钟就没办法到教会了 你知道吧 因为五点半的时候 早祷会就开始了 最晚六点钟早祷会开始了 韩国的基督徒在上班之前 先去教会祷告一个半小时的 是这么来的 但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复兴的教会 还是衰败了 我们大概不知道 我们知道中国的耶路撒冷在哪里 在温州 我们知道 东亚的耶路撒冷在哪里 知道吗 肯定在韩国 但是我告诉你可能不相信 东亚的耶路撒冷在平壤 1907年 东亚平壤大复兴 六万到十万个 在平壤的人 基督徒 我还吓死你 想不想听 我真的吓死你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金日成的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 金日成的外公是牧师 你知道吗 平壤的牧师 但是后来金日成上台之后 一天之内杀掉几百个牧师 那是后来的话 所以曾经韩国教会是非常非常复兴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解读 我们觉得他们复兴是因为他们祷告 没有错 好像是有关系 但是我们在想为什么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为什么他们还是那么热衷于祷告 他们还热衷于宣教 热衷于传福音 但是为什么教会开始衰败了 从1980年代最顶峰的 35%一直跌到今天不到20% 你一代人当中低调15% 只有3%的年轻人今天还在教会里面 后来我做了一个调查 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很有意思 到今天韩国的教会还是很热心祷告 比如说我不知道 民生你要预备一篇讲道 你要花多少时间祷告 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我祷告的也不多 我祷告的也不多 但是我基本上坚持每天早晨一个小时 每天晚上一个小时 你们今天如果要跟着我一起 你们没有每天一两个小时祷告 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你撑不住的 你的服事是撑不住的 我们已经远远查过 当年宋博士每天六个小时祷告 所以宋博士出去布道的时候 人家就问宋博士 你布道的能力从哪里了 他说我也不知道 后来人家就发现 原来宋博士喜欢祷告 就是安静地在那里祷告神 人家就问宋博士 宋博士 你每天祷告几个小时 他说我没有算过 被你一说我就要去算一算了 他说我实在不知道 他大概什么时候 多少时间 他说我也不知道 后来宋博士说 但是我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我每天跟上帝说话 比跟人说话多 这就是宋博士 所以韩国教会到今天 你知道 直到今天统计的数据 韩国的牧师预备讲道 每次每一篇讲道 最少最少预备 要两个小时以上祷告 为一篇讲道祷告 所以我已经讲过 韩国牧师跟中国牧师 不在同一个急速的 我们中国牧师好好悔改 好好悔改 人家的讲道的能力 跟他的讲道的祷告 是有关系的 但是即便如此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 衰败了 跟今天讲题有关系 跟今天讲题有关系 他们那么热心 他们平均 每周花在祷告上的时间 最少 最少 一百分钟 最少一百分钟 关键在这里 关键在这里 祷告 慢慢成为属灵的代名词 现在弟兄姐妹 这是问题 如果早晨 你问我去哪里 我去上班 你很世界 你去哪里 我去教会 去干什么 去祷告 跟牧师说 你每天祷告多少 我两个小时 你很属灵啊 但是可怕就可怕在这里 祷告成为属灵的代名词 成为律法 成为律法主义 成为宗教的形式了 所以今天 韩国的教会 还是一样祷告 还是一样热心 但是慢慢慢慢 这个东西成为一个习惯 成为一个传统之后 敬前的实质 开始发生变化了 为什么要祷告 为什么要祷告 因为我要跟随耶稣啊 所以教会可以复兴 的最重要 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不是的 不是的 是跟随耶稣 只有最本质的一点 就是跟随耶稣啊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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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学会 如果我们不去学会 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如果我不学会 我在我的心里面 去跟随耶稣 我所有的教会的programs 所有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学来 也可以暂时带来 教会的繁荣跟复兴 但是如果我自己 不跟随基督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突然 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失败 这也是今天神学的失败 因为神学的老师 在教神学 他们没有在跟随基督啊 因为跟随基督是要付代价的 跟随基督是要 我告诉你 我曾经听一个韩国牧师跟我讲 那个牧师跟我讲 我听得很感动 他说 他们教会有一个会友 在首尔 要开车一个半小时 到他们教会去聚会 那跟我们教会还不一样 跟我们北京还不一样 因为我们北京当时 我们只有一家一个招牌 只有一个license 你们都要来 对不对 你不来就没地方去 但是他们首尔是 几万家教会的 那个牧师 主任牧师就跟他说 那你就不用来 你太远了 他说 他说你就找一个 你就近一点的地方聚会吧 那个姊妹就跟那个牧师说 不 他说我为什么要到这个教会来 它很远的地方 我之所以要去这个教会 是因为我觉得在你这个教会 我能够遇见耶稣啊 我在这个里面 我在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我圣灵在我生命中工作 我经历耶稣啊 让我里面那个基督又活过来啊 因为我每天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任何东西 任何世界的东西 是太容易把我拉走了 好比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平心而论 我们有多少事情 要把我们从基督面前拉走 包括我们的崇拜 主日崇拜 最重要的主日崇拜 有多少事情 会把我们从主面前拉走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 同样以色列人当年 跟今天韩国的失败是一样的事情 因为摩西的律法是不是好的 好大 是善的 摩西的律法 恪守律法的目的 不是让你守住那套律法 让你的心跟上帝 耶和华同在 但是他们在恪守律法 他们心却远离神 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每天在祷告 弥赛亚来 弥赛亚来 当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们说 你上十字架吧 是不是 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那个荣光就开始 慢慢慢慢退去 前两周 两周前我们开长老会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何长老也在美国当时 其他几个长老 我们在北京 我们在网上一起开会 我们谈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其中有一点 就是大家都非常地感恩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教会从一个大的 我们的剧院 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直到今天我们心中 还是很怀念我们的大剧院 我也是 我非常痛恶 那帮执政掌权者 把我们的大剧院拿走了 不过现在感谢上帝是好事 因为我们经过很多的挣扎 经过很多的时间的挣扎 我们突然意识到 至少我意识到 那个大剧院就是我的偶像 那大剧院代表了我们的信仰 当然也就是我们的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骄傲 对不对 我们的荣耀 说句实话 我们都已经能够进这个大剧院聚会为荣 所有包括我们中间 很多弟兄姊妹 多少跟我们都有点关系的 有些是从来没有来过 但是有些在网上参与的 有些是什么 他曾经到北京来经过我们 包括像名声 你们就是 对不对 经过我们教会 就在我们当中聚会过一段时间的 等等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原来 原来 原来要守住这个大剧院 成为我们的偶像了 而不是守住我们心中的耶稣基督 所以神透过艰难给我们当饼 用困苦给我们当水 圣灵再次向我们显明 很痛苦 但是经过这么一段时间 我曾经跟长老说 我说大概有一两年 我们会很痛苦的挣扎 包括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建堂 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建堂 对不对 小川那个时候 我们也讲得很清楚的 那些挣扎里面 但是我说经过不到一年左右 我说感谢上帝 神实在让我们看到 祂是很信实的 神打破我们原来的偶像 现在我们从一个大的 变成很多个小的了 而且我感谢神 让我们的转型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最感谢神的是说 我自己被破碎 我自己从一个 成功的标志型的大教会 我要转型到一个小教会 所以我现在开始有时间 去探望弟兄姐妹了 我在北京哪有时间呢 我差不多 我的目标就是 我这一年 希望把我们中间 每一个家庭都探一遍 不多吧 不多 但是我需要做 你们也要做的 如果你做神学生 这一年 你从来没有探望过弟兄姐妹 对不起 你希伯来文考A家 都对我没意义的 没意义的 真的 如果你信了 我可以开始个人步道了 我可以在这里带人信主了 我已经多少年 没有时间去个人步道了 但是我现在可以做个人步道了 对不对 除了我守住 我应该守住的东西之外 我发现上帝让我 最重要的一点 让我的心重新回到 他的面前来跟随基督 不是跟随做大教会的牧师 你知道韩国牧师 韩国牧师 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试探 他们的大教会是十万人级的 你如果不到十万人 你不要说你自己是大教会 最大的教会 他们八十万人 赵勇基 八十万人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赵勇基 所以赵勇基就代替他们 成为耶稣了 你看赵勇基 有没有看过赵勇基 知不知道赵勇基的英文名字 很有意思 我做门study过赵勇基的 个人的 他的名字 他的英文名字 原来叫Paul Yonkey Joe Paul就保罗 后来他改名了 叫什么 叫David 知道为什么吗 很少人改名也就都改一次 你说你没有英文名字 你来一个 Edward是我的英文名字 你突然发现Edward这个名字 不太够荣耀 像牧师一样叫Jonathan 那么很怪的事情 但赵勇基做这个事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Paul不够荣耀 他要做王 给他Paul名前 前面加了一个David 所以他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Paul Yonkey Joe 真的 我不骗你 你们去查 你们去查 后来腐败事情爆出来 腐败事情爆出来 我告诉你 所以神给我们很多教训 让我们的心 重新回到他面前 让我们重新要跟随他 因为什么 所有形式的东西 我们的大剧院会没有的 我们的荣耀 人的荣耀会渐渐退去的 但是上帝的荣耀 是永存的 基督的荣耀是永存的 这是神提醒我们的 第二点 我发现到了温哥华州 我每次讲到都太长了 都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是不是要短一点 不要 是你们选的 不要怪我 第二点 我今天只讲两点 不叫讲三点 第二点 新约的执事 现今的荣耀 保罗继续说 我们既有这样的荣耀 就大胆讲 不像摩西将帕子盲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看他将要废者的结局 但他们心里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接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心里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主的灵变成的 保罗在这里 在这里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比喻 保罗说摩西在脸上蒙帕子 这是什么 这个帕子实际上 就是旧约直奋的象征 因为摩西在脸上 他上山跟神讲话 所以他脸上就有荣光 所以通常的解读说 我们看他的脸太亮了 百姓不敢面对上帝的荣耀 所以他用一个帕子 但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解读是有问题的 因为真正的情况是 保罗跟比赛的人讲完道 怕 把帕子带上 讲完之后 帕子带上 在这里面 保罗的重点是什么呢 保罗的重点实际上 是借用了这个比喻 借用了摩西这个帕子 来跟百姓说 你们心里面 之所以远离的神 是因为你们的心 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帕子 如果什么时候 你们把这个帕子拿走 你们就什么 就能够真的面对神 真的去经历神 真的是跟随神了 这才是重点 好了 今天 我要问你们 帕子是什么意思 这个帕子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的帕子是什么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 是一种属灵的遮蔽 就当百姓的心中有了帕子 当我们今天基督徒心中有了帕子 我们就看不到上帝的启示 我们心中的眼睛就被什么 蒙蔽了 但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这是我今天才突然想到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的心什么时候回转向上帝 几时转向神 什么时候你们的帕子就出去了 对不对 为什么保罗这么说 我突然明白 这个跟保罗讲的帕子 是有直接关系的 原来这个帕子不是东西 是什么 是我们背对着神 当我们背对着神的时候 我们的面孔是朝着这个世界的 我们所面对的这是世界的 所以世界的荣华富贵 跟世界上的所有的诱惑试探 就什么 把我们的心拿去了 所以保罗说 你们什么时候转向神 什么时候你们心中的帕子就什么 出去了 所以现在你不是要出去什么东西 是你要回转到上帝面前 是你的心要回到上帝面前来 所以当你的心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你心中的帕子就什么 就出去了 这又回到了韩国教会里面所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祷告都不是他们复兴的理由 真正他们之所以复兴 是他们什么 跟随神 是追随神 所有的这些都是形式的东西 那都是好的 就像律法 所有的形式都是好的 但是他们如果心里面不跟随神 他们这些所有的外在的东西 都成为他们心中的帕子 把他们跟神什么 分开 所以他说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大胆地说 不像摩西将帕子盲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看到那废子的结局 但他们心里面刚硬 所以新约带来的是一个盼望跟勇气 旧约带给他们的是 不明的结局 然后他又说 他又说 但他们心里刚硬 他们就是以色列人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那帕子还没有揭去 那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所以这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 就当日以色列人 犹太人在安息人在会堂里面 虽然每个主日 每个安息人 他们都在聆听上帝的话语 摩西五经的教导 但他们心中的眼睛被帕子盲上了 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了解 真正的圣经 摩西五经的意思 他们心被帕子磨去 乃是告诉他们 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是背对的神 他们不愿意看到神 他们不愿意跟随神 所以今天韩国教会要复兴的 真正的动力 是回到上帝面前来 回到上帝面前来 1907年 1907年 平壤有过一个大复兴 平壤大复兴 而这个平壤大复兴 跟一个事情是有关系的 这个事情真的很奇妙 非常奇妙 就当年你知道 韩国还是朝鲜是 我们大清帝国的属国 所以韩国做生意 是不可以随便做的 你韩国人做生意 你必须要到大清去 特别是外国人跟韩国做生意 你必须要拿到大清盖印 就大清国盖了印之后 才可以给到韩国发通文 说你可以跟美国做生意了 你可以跟哪里做生意了 当年美国的传教士 有一个传教士去到韩国 要去传福音 他就借着商船 他以为借着是做生意的名义 进到韩国去 就可以传福音 到了平壤 到了平壤的时候 还没有到平壤 是在海边的时候 他的船就被拦下来 结果他一上岸 就被平壤的警示厅的 那个官员就一刀砍了 他被他砍死之前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把他随身带着的这个圣经 全部扔出来 就散开了 散开之后 当时就有一个小家伙 一个11岁的小家伙 就得了三本圣经 这个圣经还是汉语的 因为当时 汉语的圣经还没有翻译出来 只有汉语的圣经 你知道读汉字 只有高等的韩国人 对不起 我没有任何冒犯韩国的意思 但是历史上大概是这样写的 汉语不是每个韩国人懂的 只有有乳生 就读过书的人才能懂 所以那个小孩子看不懂 他就上交 就向国家上交了这个圣经 这个圣经就被平壤警示厅的厅长 得了 得了之后 这个人是读过书的 是乳生 他也没有读 他就把这个圣经 就回到家里贴在墙上 因为汉字很漂亮 这个毛笔写的 他就贴在墙上 结果时间久了之后 他就读这个圣经 圣灵就感动他 信了耶稣 后来这个人 跟那个十一岁的那个小孩子 都做了基督徒 并且后来成为教会的长老 结果这个警察厅的官员 他住的这个房间 他的架就贴满圣经 就成为后来平壤第一家教会 教会就是这样来开始的 你就在这里 神的工作很奇妙 神的工作不是通过律法 通过条规 通过硬性的规定来的 而是什么 圣经这里保罗说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圣灵的工作在哪里 哪里什么 福音就传开 圣灵的工作在哪里 哪里的复兴就来 圣灵的工作在哪里 人的心中就被改变 人的心被改变的时候 人就在归向神 所以圣灵带来的是自由 旧约的执事 把人绑起来 新约的执事 是叫人得自由 而且得自由的圣灵 使我们就变成主的形象 那旧约的执事 是不能够定睛看荣光的 但是新约的执事 却能够让我们定睛 看主的荣光 看主的荣光 求主帮助我们 把我们心中的遮蔽 灵性的遮蔽除去 让我们的执事除去 而我们除去这个执事 就是为了让圣灵 在我们心中 可以自由的运行 他们几时心里面 归向主物 执事几时就除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当然你 还有我 我自己也是 让我们转向我们的神 让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的时候 我们心中的帕子就除去了 你心中有多少的帕子 你的心被这个世界充满的时候 就是充满了帕子 你的心被成见充满的时候 你就找不到上帝的观点 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观点 今天为什么 两党的对立 在美国造成民间的对立 甚至产生教会的对立 今天教会在 牧师在教会里面 已经不讲圣经了 只讲什么 政治观点 只讲我们教会 要去支持哪个候选人 所以感谢上帝 我们不在美国 感谢上帝 我也不是美国籍 感谢上帝 我不需要像美国的牧师一样 去为某个候选人去站台 我们所要做的 只是要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来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的心愿被帕子遮蔽了 我们所想到的 所思考到 就是我们的心愿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 却思考不到上帝的心愿 今天我们的心 被我们的思想的帕子蒙住了 所以我们很难用上帝的思想 去看待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常常看到的 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你就发现 原来今天的教会 越来越像犹太人 所以你发现 今天我们的基督徒 越来越像法利塞人 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 越来越像 耶稣那个时代的 犹太教的信仰 所以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遵守 一大堆一大堆 越来越多的宗教的礼仪形式 却我们发现 发现基督所要最强调的是 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 有那么多假冒伪善的人 甚至连牧师也假冒伪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越来越像犹太人 我们越来越像法利塞人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在教会 都像我一样 穿得整整齐齐 都感谢神了 都是好的 都是对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要问我们中间每一位 弟兄 你马上要受洗了 你可不可以立志跟主说 我在家里也要做一个基督徒 今天 你已经受洗二十多年了 你是不是可以回到家里 跟你的先生说 我在家里 我也要做一个基督徒 我不是单单在牧师面前 做一个基督徒 今天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说 我不是单单礼拜三 做一个牧师 礼拜天做一个牧师 我回到家里 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要像一个牧师 我也要 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但是你心回转到主面前 当你的灵回转到主面前 当你的心里面 愿意跟随基督的时候 你就做到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让我们 回转到他的面前来 然后今天为什么 我教会越来越像犹太人 越来越像犹太教 腐败 腐败 你能想象吗 你能想象吗 Billy Graham的儿子 对不起 这是福音牌 大大有名的二公子 这个二世祖 他跑到中国来开会 他是自己开着四人飞机来的 你敢想象吗 你敢想象吗 你敢想象当年保罗 保罗要人家 坐着最舒适的马车 什么的 让他去传福音吗 我很难想象 我很难想象 如果这样的话 韩国的教会怎么会不腐败呢 因为韩国教会 当年一生追求的目标 不是像耶稣 是像美国教会一样 丰盛 像美国教会一样的 有钱 他们做到了 他们甚至做到了 比美国的教会还要大 甚至做到了 比美国的教会还有钱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没有跟随耶稣的时候 教会就开始崩溃 教会就开始崩溃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东西预备的比较多了一点 来不及讲到了 讲完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下周继续讲好吗 下周继续讲 我要做结束了 我在前两天 我的WhatsApp出了状况 因为国内把WhatsApp下架了 下架我是国内的账号 所以这段时间 你们如果在WhatsApp发给我的信息 我都没收到 我都没收到 后来我就重新 登退出 搞了一大堆 总算在昨天晚上可以了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位姊妹发给我的一段信息 我觉得非常棒 我觉得今天可以鼓励到我们的 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说牧师 他说 《猎王记》上十五章 让我们看到的是 所罗门王的孙子 就大卫王的真孙亚撒王 他做王四十一年了 他说 他做王四十一年 大卫王做王多久了 四十年 所罗门王做王多少年 四十年 亚撒王居然做王四十一年 圣经上说 他一生跟随耶和华 做耶和华眼中堪为正的事 所以神赐他四十一年 比他列祖 比他的真祖父跟他的祖父 还多一年的寿数 所以在他在世的这段日子 他所统领这个国家的这个日子 以色列是富强的 是什么 昌盛的 他说牧师 你发现 1978年12月改革开放 到2019年 四十一年了 他说四十一年了 上帝给了中国 实际上有差不多四十一年的时间 这四十一年当中 他说我们至少还是什么 所谓的圣世年华 但是他说 他说这可能是因为在前世 有一些敬虔的基督徒 并且还有一些敬畏神的人 就像我们这一代 还存留在这个世上 所以上帝给到这个圣世年华 但是他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到 我想不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 几乎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感到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 而且人心惶惶 接下来他说 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 不知道接下来是如何 可能接下来还有厄运不断 因为如果你看猎王记 你看到亚撒王之后 虽然上帝还兴起过西西加王 乌利亚王 跟约西亚王 这三个比较好的王 但极大多数的日子是非常非常混乱 有战争 有饥荒 有内乱 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的领袖拜偶像 最大的问题是 以色列的王 犹大的王 都拜偶像 离弃真神 所以这个国家就处于上 越来越衰弱的境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人 是否也面对同样的命运呢 是否也面对同样的命运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啊 为我们的民族祷告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自己的心 首先回到主的面前来啊 让我们的心 被主的灵更新啊 让我们来跟随主啊 若我们都不跟随主的话 难道你指望那些 没有信仰的人吗 你指望他们能够悔改吗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祈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纷乱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即将刚刚发生的 川普总统遇刺的案件 主啊 我们也仰望在你手中 也求你真实 医治他肉体的伤口 也更加医治美国人民 他们心灵的伤口 主啊 让美国 让这个世人 让我们中国人 都回转到你面前来吧 都能够再次向你仰望吧 再次跟你说 主啊 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因为什么时候 我们跟随你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复兴临到我们 不单单是教会的复兴 也是我个人的复兴 也不单单是我个人的复兴 也是我家庭的复兴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的今天早晨 我们再次听到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不欢迎认识 一会儿 也不欢迎认识 这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